那個三階行列式的定義 以及它的性值 那我們今天應該只能先講到定義的部分這邊 因為性值的話就是 什麼情況下期值不變 什麼情況下會查一個負號 這個我們下次再講 那今天先介紹什麼是三階行列式 那講三階行列式之前我們先介紹這個 還介紹怎麼算嗎 這叫二階行列式 怎麼算 我先幫你複習 一乘以四 然後減掉什麼 這兩個相乘 二乘以三 那三階可以這樣算嗎 沒辦法 你要先學會二階 二階你會了才能夠學會三階 那三階怎麼做呢 這個是給公式直接展開 那這個我先說一下 這個你看不懂沒關係 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我會接你是用這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這邊打星號 請打三顆星叫做降階 什麼是降階 就是我把三階變成二階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先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 你要先取到它的符號 不是正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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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就是永遠不會有那種正正跟負負連在一起 然後我們定義第一個 就是正號 然後接著是一正一負一正 然後往下的話就是一正一負一正 那如果這裡負呢 這裡就是正 反正用的是相格相反的符號 先記下來 那我先說一下這東西幹嘛用呢 我先說一下 並不是說這個數字一定是正的 而是說這個符號 這裡面這個符號就代表正 這個符號代表負 什麼意思呢 譬如這裡是負三紅 可是在算的時候你也把它想成誰 想成他是正三 OK 先記下來 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我們看怎麼去做一個降階的動作 譬如說這裡擺寫是ABCDEFGHI 對不對 那我先講一下 後面這個課本上面講的這個東西 是針對第二列的部分 我先講一下 我故意不要針對第二列 我故意針對第一列 什麼叫第一列 就是我把這個ABC拿來前面當係數 現在這邊有沒有 它這裡寫這個-D正1-F有沒有 它是把第二列當成那個前面的係數 我先故意不一樣 我用第一列 因為第一列其實比較好算 好 我們這裡寫A 所以等於說 它等於A乘上多少 好 我這樣怎麼看喔 很簡單 你就把A A是不是第一列第一行對不對 就請你把第一列跟第一行的拿掉 只拿這四個就好了 所以這寫誰 你要寫的是 E F 然後呢 HI OK 好 那你A寫完你要寫這個 那我先說 沒有人說規定一定要是列 你也可以行 其實也可以行 就是你可以寫A D G當成最前面的那個係數 那像我只是介紹 用的是列而已 你可以用列 任何一列任何一行都可以 只要固定而已 聽懂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我們用的概念是第一列 好 那個概念是不是 一陣一附一陣對不對 所以我說後面這要寫就是-B 那不管B多少 這前面一定有個減號 那如果這B擺是-3 變成-3 那擺正3就變成-3 好 然後一樣 請問你後面寫什麼行列式呢 B 如果是B的話呢 因為B是第一列第二行 所以第一列的東西 這裡的A B C 跟第二行的這個B E H 都不要寫 只寫這四個 對 所以你要只寫D G F I OK 看懂嗎 可以齁 然後AB寫的又寫誰 這寫C 加C 因為是一陣一附一陣 然後C的話是不是第一列第三行 所以只要跟第一列有關的A B C 還有第三行這個 就是跟它同一行同一列都不要算 那寫到另外那四個沒有就可以 所以你不知道 你要寫的是D E G H 這樣寫也可以 而且算出來答案會跟它一樣 好 那我看他 看課本上講的是什麼 他說如果是寫負低的話 這裡寫是不是負低 因為是一陣一附 所以寫負低 然後跟這一列 跟這一行跟這一列有關的都不要難 所以只寫B C H I 有沒有 B C H I 然後呢 再來是寫E 中間是E E的話是第二行第二列 所以跟第二行有關的 跟第二列的關是不寫 所以只寫這裡 A C G I A C G I 看懂嗎 然後F的話呢 跟一樣 跟F相關的列跟行都不要寫 所以列行都不寫 就只寫AB G H AB G H 那就把它算出來就可以了 聽懂了 所以這要降階 就是把一個三階的行列式 轉換成二階 然後二階在剛才上講這個方法 把它算出來 這樣會嗎 可以了齁 OK 好 這個你看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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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